email寄送我们联络人的群组名单 譬如说我这边朋友这边有9个人 对不对 我想同时写信给他们 来 那就从这里先切换到 看一下哦 在这个联络名单叫朋友的群组 里面有9个 同事这边有3个 那这其他里面没有人 那没有人的东西可以把它删除呢 以后再加才会看人画 哦这个还没有人 以后再加吧 这个群组名单是可以删除 现在有朋友9个 同事3个 来写信的时候点这里 在这里的email 我要写信给那9个人哦 这新版的这个 来写信了 这时候点选撰写邮件 那在收件者这边呢 点一下 就会开我收名单 从这里可以切换什么 朋友 这边就9个人 点选 这样就选到9个人 可是我不想写给他呢 可以把个别扣掉 OK吗 那就选给8个咯 所以在选取的时候呢 好 Test 当我点传送的时候 就会把这封信已经寄给8个人 再看一下 其实群组写记有没有 当你有名单的时候呢 联络名单点起来 这是我想写给谁 写给同事的 那全选他们三个一起收 好 我先打个Test 2好了 就可以把它做传送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继过去了 这样就可以